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生命跟生命之间的对待方式 那在作者 Rita她本身的工作当中 她其实不免一定会遇到很多 她要做一些很困难的决定 这个困难的决定就是有一些可能已经真的是病重的动物 那我到底要让她继续的痛苦下去 还是要帮她做一个可能很多 如果用在人身上非常大非常大的争议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从灵魂的角度 用在动物上其实也是很大的争议 就是安乐死的部分 那她其实是有提到很多这个部分 因为在她的故事当中 她自己的亲身经验 有些动物会用各种方式 告诉她我的时候到了 你帮我一把 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是 难过的其实是人 自己看不下去 但是动物其实觉得还好 她反正就是要穿越这一关 她也不想要离开这个身体 那这个部分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谈一谈 因为这个是我想你养动物 如果你真的投入感情 难免都有可能遇到这种事 像她这么爱动物的人 当然她对每只动物都很有感情 所以呢那她里面她有很多 她讲了很多很多很多 跟她跟动物照顾的故事相处的故事 那其中呢她有特别有一章 讲到安乐死 然后那特别是你看她是养 照顾老的病的动物嘛 一定会碰到这一个关卡 那她的我觉得她很好的说 她的态度很开放 她会说我 我你问我说我赞成安乐死 还是不赞成安乐死 她会说depends 就是不一定 她会说每一只动物 其实状况不一样 然后你要你跟动物建立的感情也不一样 她的病况也不一样 所以她觉得说像很多事情不是一个绝对的 不是说二分法 就是要或不要 而是说你要看每一种情况 那我记得她举了一个例子很有趣 就是她有一只她很爱的动物 好像是狗狗 然后呢因为病得很严重 受了很多痛苦 所以她觉得说我们不应该让她这么痛苦 所以她想说 那就让她安乐死好了 然后她就开车要去兽医那边 那一路开开开的时候 当然很难过这样哭哭 那她觉得动物很聪明 动物其实知道 然后她跟她开开开开 一路上她就一直觉得 她有一种感觉 她觉得这个动物 看着她的方法 的眼神或什么 她觉得动物还没有放弃 然后所以她把车开到兽医院那边 然后反而她走进去跟医生说 我的狗狗要安乐死 可是她觉得狗狗刚刚告诉她一个讯息 说时间还没到 所以她跟兽医院说 对不起我要回家了 我们取消今天的约会 她把车开回去 然后再过两个月之后 她觉得那个狗狗在告诉她说时间到了 然后 然后所以后来她就 那一次才去完成了这件事 那她觉得说 她觉得说其实动物比我们人类豁达 就是动物它是一个本能 它的本能性很强 所以动物它对它自己的身体 它状况其实它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人类就是头脑比较发达 所以我们就很多念头上的执着 或顾虑或牵挂 可是她觉得动物它是很 很以本能在做事情的 所以呢 那一个动物它其实它很痛苦 可是其他并没有 还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呢 她说因为就是凭着我们跟动物 如果你真的愿意敞开心去感受它 你跟它相处这么多年 其实是她觉得说 是有一种心电感应的 那你会知道说 她在告诉你一个讯息 那你从她的很多地方 你知道她还没有放弃 那她没有放弃的时候 她就觉得说那很好 我们又多了两个月的陪伴时间 那等到时间到了 她觉得那个动物会告诉她 然后她说这时候就是 动物在告诉她说 说我想走了 你也可以放下 你不用悲伤这样 然后所以她觉得 那这样的东西我们听起来 好像有点神 所以她会觉得说 其实你养过动物你都会知道 所以我们跟动物之间 其实你真的 真的用心去交流的话 其实你会知道 动物在告诉你什么 所以她的态度会觉得说 她不是觉得说 一定要或不一定要 或者是什么时候情况 而是说 你要看每只动物的情况 然后甚至你愿意的话 你试着去倾听动物的声音 它会告诉你 然后 那你们是共同去完成了一个 希望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当动物她已经觉得说 我可以走了 她自己其实是一个豁达和放下的状态 然后我还记得这本书 比方说我们那时候 我们也邀请了很多人来导读或写序 像比方说杜白医师 对 那杜白医师她就会讲说 她就会讲说 其实动物 是动物在教我们生死 因为她说其实动物 有时候动物她不舍得 其实她自己知道她要走 她就说她不走 所以她舍不得主人 因为我知道主人会难过 所以她说有时候是 是主人自己的 我们的很多的执着 很多的悲伤 很多痛苦去 反而牵判住动物的灵魂 要不然动物其实是很豁达的 所以她会觉得说 真的她面对到这一关的时候 我们一样就像我们面对人类的朋友 或者人类的亲人一样 是我们用祝福的心 祝福的心是祝福她的灵魂 她完成了这人生的旅程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自己养了很多动物 养过很多动物 我觉得对动物要走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谢谢它 谢谢它说 它用这么信赖 这么全然的态度 跟爱我们 然后谢谢它 对我们生命的陪伴 然后我觉得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谢 其实也是一个 让彼此就是没有牵挂 让动物它该走的时候 它可以安心的走掉 然后它不会说一直 因为动物是这么爱我们 它如果知道我们这么痛苦 这么的牵挂 其实它的灵魂也没有办法 所以真的很安心 所以它说 杜白医师一直提醒我们说 其实当动物要走的时候 其实它本身是豁达的 是我们人类不够豁达 所以我们要转换 从悲伤转换成祝福的心 然后好好的陪它到最后 等那一刻这样 那陪它到最后有很多的方法 它这本书也有讲这样 对我自己在听慧秋讲的过程当中 我脑袋就在想 其实我想的就是 我自己在陪伴 我的很多重要的人 走最后的一段过程的那个过 的那个 的那个阶段的不同 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呢 很多不对啊 这本是讲动物的临终关怀 怎么扯到人 其实我觉得本质上是一样的 从最高的角度 从灵魂的角度都是一样的 其实有时候 都是生命这样 对其实 某种程度上 动物对于灵魂的认知 对于它的形体的这个死亡 或者是它灵魂离开 它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像你说 它是很豁达的 它只是觉得那只是一种 能量的转化 它只是到了一个 不同的地方而已 它不觉得是一种中断 或者是不觉得是一种 很强大的剥夺跟失落 我觉得最应该调试的是人 对啊 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很 算是有一点点残忍 在我们没有心理准备的状况之下 真的去面对很多 所谓的人 亲人的生死交关 那或许是一个 太过强烈跟强大的震撼 一时半刻很难做调整 对 那如果呢 从这本书陪它到最后 当作是一个窗口 然后从我们很从小 可能你有一定有养残宝宝 不小心死掉的经验嘛 对不对 去回想 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 它已经超越了 谈所谓的动物的临终关怀 它里面虽然谈到很多 身为狗爸爸狗妈妈 或猫爸爸猫妈妈 等等不管 你可以用的很多的方法 甚至于它里面 还有用一些另类疗法 花精啊顺势疗法 除了这些使用的之外 我觉得我一直不断的去 咀嚼到它里面的精神 是要告诉我们 其实在最高的层次来说 灵魂它只是形式的转化 那当每一个转化 其实都是每一个祝福 那我们能不能用祝福的心态 来看待这一切 能够当我们自己 可能有一天 也面临到自己的转化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很自然 很轻松的去走 生命的每一个该走的阶段 我觉得这本书 给我很大感动在这边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虽然它是十年前就出版的书 可是呢十年后的今天 我觉得谈生死的议题 尤其谈宠物的临终关怀 我真的觉得需要更多人去关注它 不然这十年如果以华文 不管是本土作者还是翻译的来说 好像谈这方面主题的真的好少 对很少 而且我觉得它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它很实用 它给我们很多很好的观念 像我刚刚讲到一点点说 最后的那个技术的 我对它有很多建议 它是觉得说 就算我们要送一个生命走 我们除了感谢和祝福它之外 我们让它 它整个是一个 它觉得可以犯出一个小小的仪式 比方说可以放音乐 可以放音乐 然后你可以 可以按摩抚摸它 或者是感谢它 或者是甚至用一些 像不管是花精还是香精 就是让动作整个身体 比方说它是干干净净的 舒舒服服的 然后是在你的陪伴 或者在音乐 然后在一个很平和 很柔软的环境当中 然后彼此去道别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很细腻 我觉得很好的做法 对啊 其实动物跟人 对 的差别只是在于 动物它不会讲人话 对没错 不然说实在它在很多部分 是我们老师 甚至于是大师 没错没错 透过他们怎么去穿越生死 给我们的启发 其实我们能够更知道 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怎么活着 没错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 慧秋接受的访问 好也谢谢大家 然后祝福大家 嗯 嗯 养动物的 跟跟动物可以 嗯 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友谊 然后 得到很多的快乐 对 谢谢慧秋的祝福 那我们的内容就到这边 期待我们未来 为各位推出更精彩的访谈 拜拜 拜拜 拜拜